原来巧克力是用这种东西做的 它叫可可果 买了一斤可可果 看看能做出多少巧克力 白色的果肉跟山竹的味道很像 把可可果的种子全部取出来 倒在提前准备好的芭蕉叶上 用芭蕉叶来发酵 它的味道会很香 可可果需要发酵七天 中途不能打开 需要温度在25度以上 七天后我们来打开看一下 叶子已经发霉了 虽然上面这一层看上去有点发霉了 但它是表面发霉 可可果里面没有发霉 接下来我们需要晾晒 发酵过的可可果 把它们全部平铺在布局上 把表面的果肉充分晒干 晒好的可可果是这样的 接下来还需要给它进行烘焙 把可可果炒干 炒干后的可可果 还需要把外壳脱掉 因为可可果比较多 我一共包壳包了两个小时 为了得到你们的点赞 哪怕让我包壳包三天三夜 都不是问题 把可可豆粗倒成粉 再来过筛 家里有破壁机的 直接用破壁机 接下来再进行筋磨成细粉 把水烧热 把可可粉隔水加热 搅拌搅拌 就成巧克力浆了 融化后的巧克力 还需要进行调温 调温的意义在于 通过温度的调节 对它们进行驯化 从而达到室温时 是固态 做完这些 终于要迎来巧克力成品了 看着还不错 配上一碗茶 是如此的惬意